第二关于学生 学生当然是学习的主体 教育是离不开孩子们的 那么这一次互联网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让我们看到 孩子们是通过互联网 是可以学习的 而且是可以学得不错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包括刚才讲的躺着上课 还有一些根本就没有上课 有些孩子就用个照片放在那 他就打游戏了 他就做其他事了 有些孩子故意把视频给关了 然后告诉老师 电脑坏了 我觉得一个学生的 自我规划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当把整块的时间 交给你的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的自我管理 和自我规划能力 前面就我跟一个年轻人 做了一个交流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非常善于自我规划管理的 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他就开始自我规划 就立下了一个志向 我一定要考 耶鲁大学 然后果然他成为 他所在的这个城市 第一个考上耶鲁大学的中学生 然后他上了耶鲁大学以后 再进行自我规划 我大学毕业以后做什么 他就给自己规划 要到一个著名的管理公司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他做这个规划 要到哈佛区再读书 所以他每一步 都是在自己的规划中 去实现的 去成长的 那么你有了规划 有了人生的目标 有了理想 那么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做控制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为什么效果不好 他控制不了自己 他受各种各样的诱惑 一会电视设计好东西 他就看电视了 一会想起来要玩游戏 他就玩游戏了 一会想到什么 他没办法去控制自己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觉得非常重要